来自台中的本土超夯团体911 10日在广山SOGO举办见面会 吸引大批粉丝前往 团圆洋葱从2018年开始立志瘦身 晚餐聚吃披萨、麻辣锅、矿肉饭等 半年多下来瘦了15公斤 粉丝看到都惊呼这是谁 就连女友都看不习惯 还要她快点胖回来 在洋葱的IG上可看到 2018年起她就立志瘦身 表明晚餐不吃披萨、麻辣锅、矿肉饭等等 还会上健身房搭配水煮餐点 让她顺利瘦下15公斤 整个人缩小不止一圈 从原本的圆润体态变身为潮流型男 洋葱透露自己还希望能再瘦几公斤 最好能练出肌肉 有线条比较好看 搞笑说可能练成像彭于燕 她透露原本锻炼身体单纯是为了更有体力 来应付未来的演唱会 没想到练着练着就练出兴趣 未来会持续下去 洋葱还透露女友因为看不太习惯 要她快点胖回来 不少粉丝看到她瘦身有成 整个五官与侧脸都变得超立体 纷纷大赞有帅道 根本是剥皮洋葱 上次看到你真的超瘦 不少人也希望她分享减重细节 造福享受声的粉丝们 本节目 定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